我喜欢你回家 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你起床 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你出门 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 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 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 就想起你们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 就想到你们永远暴隆落魄回答 我喜欢旅行时 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聚 有心才会珍惜 多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感想 有难必然同胀 有相知相守 还地就天长 正好我有事想跟你说呢 我也有事 你先说 你先说吧 那我不客气了 据小道小姐传 我动画师资格认证过了 他们骗你的吧 那我说第二件 你看 你妈妈和我们家 一直有好多的矛盾 你吵来吵去的 我也不知道 他们什么时候能消停 我有心去准备 也许这辈子就这样了 没关系 但是我不能让他们的事情 影响了咱俩之间的感情 所以以后不管他们发生什么 你和我都要冷静 必须冷静 胡说了 你要说什么 你要说什么 没事了 吃饭吧 我让妈先回去了 妈说了 晚上她做好饭 给你送过来 我现在就饿了 想吃东西 这刚睡醒 又睡了这么久肯定会饿呀 可医生说了 刚醒不能吃东西 要多等一会儿 要是不行 再喝口水 怎么样 这会儿还想着当合伙人的事吗 比以前更想了 赵晴 你都累得高血压了 你知道吗 要不是咱抢救机时 很危险的 所以我现在才觉得 时间更可贵了 如果现在不做点什么 以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好 赵晴 你看 你冷静地想一想 其实人活着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那还是喜乐平安 对不对 张东 你想让我入无威一辈子呀 我觉得挺好的呀 我不想 这么平庸地过一辈子 可我就不这么平庸 张东 我想让你支持我 好 我支持你 可我更想让你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的 我 不愿意 不愿意 我 在哪里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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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是赵涛吗 是我 我们是经济侦察大队的 人家是请您过去跟我们做事别录 什么事 搁这儿说我们一下吧 这里说好像不太方便 具体情况跟我们回队里再说吧 很快就好 麻烦配合一下 好 那我先打个电话 对不起 现在必须马上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 我给我老婆打个电话都不可以吗 不好意思 有什么电话会对着打我 好 夏总 跟我来 喂 舅舅 什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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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您好 我们是检查院的 请问这是赵涛家吗 对啊 他已经被拘捕了 我们想找你聊点情况 真有闲的 姐 你喝粥啊 喂 姐 你说这走也不能走 见也不能见 什么时候才能出来啊 我知道 这问询时间 不能超过二十四小时 就要赶了 四十八 又长了 那之后呢 要不然你问问佳佳 夏文杰是不是真的要起诉赵涛了 姐 姐 我觉得这事跟佳佳没关系 咱们别把她给扯进来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是觉得 咱们应该赶紧给赵涛找一个律师 赵 赵谦 你还没关系 赵晴住院呐 大夫说了 他不能有压力 也不能太紧张 我也不知道 他出院以后 还能不能见着我哥 你别胡说啊 记住 不许告诉妈 田律 怎么了 赵涛 赵涛怎么了 赵涛他做了跟爸一样的事 你说赵涛是不是疯了 比我爸玩得还狠 回家看看吧 不去 你爸说了嘴了怎么办 我让我姐还有我舅先应付我妈 我觉得你哥肯定是有苦衷的 对 有 都是你妈妈给惹的 你别这么说我妈 走走走 讨厌 电话 哪个女孩打的 怎么不接啊 林美慧 我妈妈 那你为什么不接 我哪敢 她万一问我哥的事我怎么说呀 你实话实实说呗 你拉倒吧 你真对你哥这么失望啊 分钟我接受不了 我一直以为他是那种什么 整人君子嘛 对了 他还下套利用你 这我绝对不能原谅他 赵磊 其实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你到底还是错了 我已经取消董事会了 咱先不说这事 你想想 待会儿怎么跟田丽解释 田丽没事吧 妈 我来了 田丽 你的戒指呢 戒指 我 昨天 昨天 我来替你想 你是不是送给你现在最爱的人了 你说什么呢 田丽 现在事情已经够乱了 你就别闹了 好吗 等这些事情过去之后 我会跟你解释的 这是你吗 你还要跟我说什么 你还要跟我说什么 你还要跟我说你会永远爱我 永远不会离开我 永远不会沾下着我们的戒指吗 听我跟你解释 我昨天喝多了 我想不起了 你让我好好想想 想什么 让你想得更好的理由来骗我吗 赵涛 你太过分了 你知不知道 从你站下见证的一刻开始 我就不再是那个离你最近的人了 你为什么就不相信我 那事情跟你想得不一样 赵涛 你真的贪污了 妈 事情比你想得复杂 姐 幸福到谁时候啊 我问的是她 妈 我没贪污 我也没犯法 我只是自己凑了一笔钱 想要稀释夏文杰的股份 可是最后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 就变成我挪用公款了 您放心 我会处理好的 你怎么处理好 你现在做的一切 都跟你爸做的一样 夏文杰想把我爸创立的基业 全都抢走了 我只是做了一件 全家人都想做的事 只是想把爸辛辛苦苦 创立的公司拿回来 只想再看到爸在的时候 全家人开开心心的样子 我做错了 你有没有考虑田丽怎么办 有没有考虑小兵 赵涛啊赵涛 你都做了些什么 我正是因为考虑他们 他们我才会这么做 妈 我这么做是为了您全家 公司是爸 我兄弟选一辈子的成就 所以我要把它拿回来 拿回到我们家 我是您儿子 您都不相信我 那我还能说什么 我爸现在还活着 他要是看到公司现在是 不要提你爸了 对爸爸犯的错误 对爸爸犯的错误 有些是没有办法原谅的 我瞧不起他 那您的意思是 您也瞧不起我 你们都瞧不起我是吗 好 我做了 我也贪污了 我爱上别人了 我做的事情 跟爸做的一模一样 你们高兴了吗 爸 有时候我在想 这个家 值不值得我做怎么步 赵涛 赵涛 姐 你说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妈 我昨天才猜到 我 我一直都知道 你一直知道 姐 你听我把话说清楚 我知道了以后 我就跟他说 让他千万不要犯法 这么大的事 你就一句不要犯法就行了 你这舅舅是怎么当的 妈 那我们能做什么呢 你们应该马上告诉我 姐 我们是想告诉你 可是怕你 怕我什么 怕我害怕 担心 你有没有想过 他是我儿子 我知道了 我知道赵涛 为什么一开始就告诉你了 他和赵蓬飞当年一样 这父子俩呀 这父子俩呀 找他同谋都是一个人 姐 你说得对 我应对了二十多年的谎言 你为我愿意吗 我远了二十多年的谎 我们是为了要保护你呀 姐 我不说 是我一个人难受 我要说出来 就多一个人难受 郑哥 你错了 你错了 该经历的 不该经历的 请都经历了 现在 没有什么事我不能承受 以后 你不用惦记着保护我了 还是想着保护你自己吧 你们都在 那佳佳没告诉你 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 她就跟我说了个大概 你说 这会有谁设计陷害她 咱们要是知道就简单了 那现在怎么办 找律师 要不然我去找夏文杰 已经报案了 精神队正在取证 没那么容易了结了 让她撤案不就行了吗 毕竟是私营公司嘛 您说得也对 要不然我去找她 不不不 还是我去吧 你跟她不对付 您去还不如我去呢 您忘了之前您骗过她的 还是我去吧 我打了她 我打了她 我 她是被陷害的 你看 妈 打就打了 反正她是您的儿子 既然她是被陷害的 就没那么严重 以后跟她说清楚不就没事了 喂 莉莉 赵涛呢 她可能是去哪儿喝闷酒的 没事的 你别担心啊 一会儿我们去找她 你在家带好彬彬 再见 妈 赵涛回家又出去了 不知道现在在哪儿 你打的手机呀 我刚才打的就是手机 她扔家里了 赵 您去哪儿啊 找赵涛去啊 妈 妈 别 别这么冲动 北京这么大去哪儿找啊 都这时候了 不能让她一个人在外头转悠啊 对对对 找不着 咱们也得去找 走吧 找去 好 别哭了 她可能是喝醉了 在哪儿睡着了 等她酒醒来呀 一定会和家里联系的 好了 好了 我们现在都知道她是被冤枉的 这就有转机了 这都是我们的错 不该不幸运的 算了 你也别一个人在家待着 我把你和彬彬呢 送到妈那儿去 好吧 没事 别太麻烦你了 真有什么麻烦的 反正我也顺度去办点事 早上好 你醒没睡吧 找着你哥了吗 找着了 他在4S店里喝成泥了 我给他打一车送回家了 你别怪我 我什么对不起的 你要是不说 我们都不知道他是冤枉的 怎么了 我求你了 别为他们影响行吗 我可不想有一天 咱俩搁站一边 别跟他们掺和 困傻了吧都 我想借你这宝地 小气一下 戏去吧 正好我要上班了 门锁好了 知道了 我可以进来吗 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 我这个人不会管玩磨叫 夏总 这件事总有其他的解决办法吧 你说是赵涛的事 请你听我把话说完 我们都相信我弟弟是无辜的 他肯定没有动公司的钱 是的 他抵押了4S店和自己的房子 他会从董事会辞职的 放弃他的投票权和股权 永远不回这家公司 条件是让我撤诉 没有理由让他坐牢吧 赵红我觉得很奇怪 怎么你们家每次出事 都是你来找我 我请你考虑一下 他已经失去了 为这家公司贡献了十几年的誓言 对于他这个年龄的男人 已经够残忍了 他有一个刚刚完整起来的家庭 我希望你不要让他连这个家都没了 可是他当时 怎么没考虑到这一点呢 夏总 他只想要控制权 他没想挤走你 他把董事会议都取消了 当时他动过这个念头 可后来他又改了 那是因为金插队把他带走了 他才改的 夏文杰 一切都了了 你什么都赢到了 你还要干什么呀 赵红啊 其实非常可笑 我一直在堂堂正正地工作 可你们的家 总是怀疑我在搞什么阴谋 现在反过来了 现在跟我怀疑你们在干什么了 你别太过分了 夏文杰 赵涛确实有这种想法 我不否认 如果你对我爸爸还有感情的话 请你不要让他的儿子 被他建立的事业给毁掉了 可是这些事 跟你父亲已经没有关系了 还真的都是他的亲笔签字 把这些交给竞争队 把这些交给竞争队 他就死定了 还有这个支票存根 你为什么不把这些资料 直接交给竞争队呢 这不是您报的案吗 我也是想检察院快点立案嘛 我知道了 放在我这儿吧 我来处理 那我先出去了 想借刀杀人 想借刀杀人 不蠢 夏阿姨 你怎么来了 找我有事吗 您知道我有什么 喂赵涛 行 琳 谈谈吧 有什么条件 看看是不是比你姐价开得高 我姐都来过了 是啊 速度都快了 她跟我就像商业谈判一样 阿姨 您别误会 我开不出什么价来 我爸爸留给我的遗产 都是冻结的 那就别谈了 您看 其实咱俩家人的关系 挺有意思的 我直说吧 从前呢 是您和我父亲 现在我和佳佳谈恋爱 不出意外的话 万一那天我们俩成了 我得叫您一生妈 那赵涛就是她的大朋友 说到底 我们是一家人 真有意思 你姐呢 是动之以利 你呢 是小之以轻 可是赵磊啊 咱们两家的关系 还没尽到这个份上吧 要是进到了这个份上 赵涛在整我的时候 也不会把我整得这么惨 我不会做生意的 但是我知道你们生意人 就是互惠互利 尔虞我诈 再怎么说 我哥也没想把您往绝路上憋 我知道了 而且我也知道 你对佳佳一直很好 我希望这件事 不要影响到你们俩的关系 我希望你对佳佳 还是能够一如既往 还有什么要说的 阿姨 不管我们家里人 受过多大的伤害 我一直以来 还是认为 您是真心爱着我的父亲 可是现在我不确定了 再见 赵磊 赵磊 你是个好孩子 再见 好 我正在准备资料 我们明天见 妈 这是胡律师给你的 她怎么让你干这个 没事 妈 那件事 你考虑得怎么样 我也不想弄成这样 我觉得 赵涛她已经受了挺多的罪了 我不是在替她说话 我只是觉得 如果她在坐牢的话 佳佳 你不知道 其实 妈的心里也不好受 可我想不出一个 更好的解决办法 妈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你可以撤诉啊 撤诉 妈 我爱你 但是我也爱赵磊啊 你不觉得 咱们两家的关系 已经太乱了吗 现在如果赵涛 再去坐牢的话 我不是为了赵涛求你 我是为了我自己在求你 你考虑考虑吧 好吗 佳佳 这件事 不是这么简单 不过你别急 我会为了你好好考虑考虑的 麻烦你快点来啊 马上开饭了 谁啊 佳佳 到门口吧 怎么了 我应该把刘元森也叫来 反正咱们家人 现在的承受力啊 强得连边都没 她也没做错什么的 那最起码 她现在应该避嫌吧 她避什么嫌啊 害我哥的又不是她 你用不着一直提醒我 现在是她妈咬着不放 跟她能一点关系都没有吗 小蕾 都听见了啊 赵红 别说了 佳佳 别在意 她不是有意的 不 我是有意的 我是故意让她听见回去传给她妈 我妈咬你了 我妈咬你了 咬我了 你妈破坏我父母的婚姻 巧取豪躲我们家的公司 你说她咬我了 那也不全是她的错吧 得了吧你 她们又不把她们也让她们 老早就知道她对我们家公司有问题 这已经不是个秘密了 你用不用每次 什么事都推到我妈身上啊 行了吧 我妈就是因为信任你们家赵涛 所以才跟她合作 什么破公司 什么破4S店 赵涛利用我来伤害我妈 得了吧你 谁不知道你站在哪边啊 姐 姐 你怎么了 怎么了 我居然拿一个孩子撒气 我上午去找过夏文杰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就疯了 我就像个泼妇一样 把气撒在了佳佳的身上 那夏文杰她还没有松口 没有 别生气了好吗 是我姐不对 她有点神经质 她被我哥的 是她怎么说都可以 因为她烦我妈呀 我今天是生你的气 你知道吗 我怎么了 你今天什么态度啊 你为什么不帮我说句话呀 你就只知道一直让我闭嘴 那我说什么呀 我也不知道这事来这么快呀 你对我的态度 是根据环境来改变的是吗 说到底这事是 你妈妈想送我哥去坐牢 因为这个我们家里人 是对你有点刻薄 那我跟你道个歉对不起 行了吧 你什么态度啊赵磊 你什么态度啊赵磊 你说什么呢 我是我妈的同谋是吗 那你也不是那么多吧 每次你都跟你妈站一块 你什么意思啊 我站我妈那边怎么了 她是我妈 我就站她那边怎么了 你不还站你们家那边吗 那 那你想怎么着 你想怎么着 你想怎么着 你什么意思啊 你去哪儿啊 还我呢 佳佳 怎么了 怎么了 佳佳 别哭 别哭 小斌在我房间睡了 赵红看着她呢 来 田丽 喝点豆浆吧 总不吃东西怎么行呢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 总会过去的 妈 你就别管我了 赵涛这孩子内向 从小 心里有事就不愿说出来 这次要不是佳佳告诉赵磊 咱们到现在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呢 别想了太多了 赵涛的 是我爸 他想让我回上海 田丽啊 别让你爸妈跟着着急 我们会照顾好你的 妈 我一个人是无所谓 孩子怎么办呢 我也没事的 还是我太舒服了 如果我直接去银行转账 不签那个支票就不会这样 这女的也太可怕了 换了本支票 就把你给整成这样了 我要签的是私人支票 可李娜拿给我的应该是昆蓬的 那你当时为什么就不仔细看看呢 我一直都很信任她 真的没想到她能这么做 你可真信任她 戒指被人撸的都不知道 检察院什么时候立行 经侦队取证呢 大概要两三个月 可是如果李娜呢 把那个支票的存根交出去 那可就 你证据就够了 估计我很快就能收到逮捕令了 别 那咱们不能想点办法 让夏文杰撤诉吗 如果是检察院立案的话 那赵涛面对的就是公诉机关 夏文杰到时候只是个证人 她想撤案也没用了 就是说她一步一步都想好了是吗 对啊 哥 我可不想去探监啊 那嫂子怎么办啊 反正她现在也不想见我 就让她在妈那儿待着吧 我妈陪着我还能放心点 是 再说 这房子也快归别人了 别别别别 咱们别这样 你看啊 我突然想到 你说我也挺郁闷的 跟你一样 佳佳有一阵没来找我了是不是 要不然 咱俩出去散散心玩两天 我同意 行行行 我现在都这样了 你还让我陪你出去玩啊 你让姐说完姐都同意了 姐说 你说你 你在这个屋里窝了多少天了 你出去走走呢可以散散心 就你现在这个状态 就是有希望的事也会被你弄砸了 再说了 这边有我和小青呢 对对对 总能想点办法吧 那行 那就最后看一眼外面的太阳 你别胡说八道了 田股觉神之路 没准咱俩一回来事都解决了呢 是不是姐 对呀 哥 你在哪儿呢 我办完事了 我已经到机场了 到机场了 你够快的 我马上过去啊 不用了 我想自己走走 你说什么呢 替我跟李李道歉 哥 喂 来 妈 你看谁回来了 我的女儿终于出院了 快回来 早都能出院了 就是她不让 妈 我呢把赵青交到您手上 我就放心了 我得先回去上班 好 快去吧 路上安心啊 路上安心啊 休息啊 妈 我走了 好 你回来可好 我正要找你 出什么事了 你们怎么能让她一个人出去呢 她放我鸽子 你冲我干吗呀 我们只是想让她出去散散心 振作振作 我 我说大家想想 她现在能到哪儿去啊 那谁知道 给她打电话了吗 打了 她不见 舅舅说得对 大家想想 她能去哪儿呢 对 她刚给我发过一短信 说什么了 等会儿 她说我 对不起你们 没了 没了 这句话有什么用啊 她就给我发了这一句啊 我说她这算不算起包紧逃啊 现在还不算 在取证阶段她可以出门不出国就行 我就怕过几天逮捕令下来了 她要不在的话那可就算屁捕再逃了 到处就麻烦了 我觉着赵涛不会干这啥事的 又不是没有指望了 你们谁撞她的处去的 行了行了行了别互相指责了 夏文杰知道这事吗 看我干嘛啊 你可不能告诉夏佳佳 对 尤其不能让夏佳知道啊 行行行 好了好了 咱们现在想想她到底能去哪儿 咱们得先把她找回来不是 我估计应该是在国内吧 行了就别说了 反正田丽啊 你放心啊 赵涛她不会不管你的 田丽干嘛去 如果她没有抛弃我 我就回家等她 如果我等不到她 那以后没有必要再见她 田丽我送送 我ين地水 不用了妈 我自己回去接一接 没想到就这么几天 发生了这么多的事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 哦 还有一件 这个 天哪 赵涛把房子给抵押了 不仅是房子 他还抵押了4S店 他买那块地的钱 就是这么凑来的 现在银行在催着还贷 天哪 也许啊 他那个房子都保不住了 我的天 他原来是这么弄的钱啊 他怎么不跟咱们说呢 是啊 我想起来了 很早以前 他用我的名字开了个户头 他是不是就做这种事 很有可能 那就好 那 那那个钱还会在哪儿 这样也好啊 那明天 咱们就都还钱了 等等 舅舅 你看他那个利息有多少 不好说 他这样弄的贷款 利益肯定会多吧 这样你明天先去查一查 咱们呀先解决一件事一件 好吧 没想到这赵涛 这么豁得出去啊 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 什么都不需要你做了 你刚出院 就在家好好休息 原来他是这么凑的钱 那 那这房子 这房子 这利息啊比预料得多 还完四S店的钱呢 这房钱恐怕就不够了 那 那怎么办呢 另想办法吧 还好这钱不算太多 我 是我爸 每次一有什么事 就只知道让我回上海 你别着急 房子的事呢 我们来想办法 谢谢你们 可是现在 赵涛就这么走了 留下我和儿子 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天天啊 很抱歉 我知道 赵涛让你很失望 我只是想要一个说法 来了 来 文姐 回来了 好 来 来 你先坐会儿 来 这回啊 总算利劳了 我把天天那边的东西啊 全都搬回来了 引楼不干了 本来啊 那就是一姐妹儿的玩意儿 喝口水 文姐啊 最近啊 我这运气特好 接了几个广告活儿 你猜怎么着 我这腰包啊 鼓了 那你才华 横竖算是一出来了 横竖算是什么 这 这不是身体有毛病吗 你这 文姐 你说啊 这么多年了 我这腰包里有钱 可够难的吧 今天啊 咱们叫上佳佳 我请你们去吃烤鸭 行啊 我正想吃烤鸭呢 好 那咱们一言为定 不行 好 我今天约了人 要谈点事 来 改日吧 改日吧 怎么了 生气了 没有 没事 戴薇别这样嘛 真没事 其实啊 我还挺理解你 你说这么大一摊子 全靠你一个人 也够难的 不过啊 我还是觉得你应该顾全大局 我是从大局考虑 我想找一个人 顶替赵涛 可是最近面试的几个人 都不理想 这 这乃是咱俩跟佳佳的大局啊 我要没记错啊 你可曾经说过的 你所做的一切 可都是为了咱们三个人啊 将来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 这才是咱们的大局呢 我说过 行 谈事什么时候都能谈 是吧 我把今天晚上的约会取消 咱们三个人 好好的去吃烤鸭 这就对了 这就叫啊 顾全大局 他可以先换一部分 再说了 这种情况不该他负责 你非要这样吗 那好 你收个数吧 我今天就把钱给你打过去 赵晴 你真准备帮赵涛出这笔钱呢 对啊 这是咱俩的存值 都加在一起它也不够 我知道不够啊 加上舅舅的才刚够 那那样的话 我们就一分积蓄都没了 张东你听我说 这钱啊是可以慢慢赚的 再说了 他们是会还的 谁还 你哥 赵涛 他会还 我觉得赵晴这个事我们这样 我们再冷静地考虑考虑 没有时间考虑了 再考虑田丽和孩子就没家了 好 我喜欢你回家 就有暖洋洋的灯光在等待 我喜欢你起床 就看到大家微笑的脸庞 我喜欢你出门 就为了家人和自己的理想打拼 我喜欢一家人 心朝着同一个方向眺望 我喜欢快乐时 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我喜欢受伤时 就想起你能温暖的怀抱 我喜欢生气时 就想到你们永远包容多么伟大 我喜欢旅行时 为你把美好记忆带回家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永远才能相亲 有心才会珍惜 可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 有难必然同当 用相知相守换地球天长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缘才能相亲 有心才会珍惜 可必让满天乌云遮住眼睛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有福就该同享 有难必然同当 用相知相守换地球天长